今天想介紹一個低脂健康的午餐飯盒 今天的材料特別加入了蕃茄 因為原來日常太陽會傷害皮膚 令我們產生自由基 蕃茄有茄紅素 天然抗氧化物會對付自由基 有助抗衰老和皮膚美麗 首先將菜心、蔥和雞肉洗乾淨切粒 將雞肉加少許鹽和糖醃10分鐘 煎大概3分鐘煎熟 在一個易潔鑊裡加一茶匙油 先加雞蛋 炒兩下可以加入冷飯 一邊炒 一邊加雞肉炒一會 再加調味料 菜心、番茄、蔥花 煮至乾身便完成 就完成了 Yahoo